大家好我是橘子姐 今天来做一个干脆面 比超市里卖的还好吃 最重要的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真的很脆的 先把大面煮青葱 把煮好的面条过一下凉水 加一勺盐 半勺五香粉 白胡椒粉 搅拌均匀 倒入适量的油 油为五成热的时候转小火 用筷子把面条转成小球 加到锅里面刷 一定要卷的小一点 不然里面的面条会炸的不脆 面条刚放到锅里的时候 会有一点粘锅 这时候不要着急的去翻动它 等炸个一分钟左右 它就会脆了就不粘了 炸到两面金黄色的时候 就可以夹出来了 真的很香很脆 喜欢的朋友赶紧试试吧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关注 每天更新一道家常菜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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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们下期再见